再来看第二题 好,这是按照我们的句子结构 这一题是考这个 小孩睡着 那副实便于在地板上睡着 再来看第二个句子重组的题目 excited,很兴奋 这个是讲人 excited 如果我们是讲说 哎呀,这个事情 那么令人感到很兴奋 啊,明天要去交友了 哎呦,好兴奋哦 令人感到兴奋的一个 这个什么消息 讲事情就用excited 这个也是形容词 说明事情令人感到兴奋 那这个是人对什么事情感到兴奋 好了,句子先出来 主词 主词完了之后 马上要接动词 好,动词在这边 啊,已经看到了 好,学生 啊,怎样 后面 就要加形容词了 这个学生很兴奋 英文就students are excited 那我们看 这个已经写出来了 那后面就要看 那对什么感到兴奋 老师讲过了 这个句子是考你主词 动词 主词补语 很兴奋 就是讲学生嘛 对不对 讲主词 所以这个是属于这个句型的 那后面如果说内容需要 又可以再添加 介细词 片语 所以片语是随时添加的 你只要看到有一个介细词 at, in, on, by, for, with, with,等等 那个都是后面有添加介细词 说明 让内容更清楚 好 学生们很兴奋 那对于什么很兴奋呢 这个就是加入了一个片语了 对于就是at 后面 有一个coming 有一个picnic 好的 原本是对于这个交友 感到很兴奋 这是原来的句子 可是这样子又有一个coming 还没有写完 哦 coming是形容词即将来临的 那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因为形容词放在名词的前面 所以答案是用at the coming picnic 对于即将来到的野餐 学生们都非常的兴奋 好 这样了解吗 这些是五大句型的运用 再来看第三题 好 第三题 late是迟或者是很晚 那lately跟recently不一样哦 这个是翻成最近哦 所以要小心 有ly这个没有 好 主词出来了 现在要先写主词 一开始就什么 his是所有格 你知道所有格后面要加什么吗 所有格后面一定要加名词 好 我们现在找一个名词 有名词在那边habit 就是他的什么习惯 嘿 他的习惯 OK 那我们再看一下 主词写完了 后面马上就要写动词 找动词 有没有 有 is 就是 就是什么 好 你看到有一个 oh too bad 应该是睡觉 有没有 going too bad oh 应该是这样子 is going to bad 睡觉 那 现在我们就要注意了 睡觉 怎样睡觉啊 late 很迟 很晚 才去睡觉 所以那个迟 跟晚 放到最后面 late 这样就结束了 但是我们来看一看 发现 有一个bad 不好的 所以这个bad是形容词 它可以放在什么 名词的前面 你看这个名词就只有这个 所以它一定是放在这个名词的前面 习惯 什么习惯 前面加一个bad 不好的习惯 那就这样子 主词 his bad habit 动词就是 going too bad 很晚才去睡觉 这个就是讲 他的坏习惯 他的坏习惯 就是很晚 才去睡觉 所以一样 主词不语 可是同学会误会哦 老师 这个不是进行事吗 这个不对 如果是进行事的话 主词一定是人 比如说 我正要出去买东西 I am going to do some shopping 我正要出去买一些东西 那这样子 如果主词是人 这个才叫进行事 知道没有 可是你这个主词是事情 事情不可能 这个正在进行什么动作 不可能 所以这个going too badly 这个叫动名词 当主词补语 表示状态的 那这个讲人的 那这个就叫进行事 进行事的话 这个going 我们称它为是现在分词 表示动作进行 这个是动名词 表示状态 观念了解吗